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我是橙子哥哥 欢迎来到我的欧布奥特曼玩具空间 今天啊,橙子哥哥又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欧布奥特曼最新的日本食玩 那这个食玩里面呢,它一共包含了四个种类 每个种类里面都包含着两个软胶 那分别都有哪四个种类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正如我们看到的呢,一共有以下四个种类 然后比如说,橙子哥哥现在手上拿着的第一个种类呢 就是我们的迪迦,还有这个欧布奥特曼英雄的两个软胶 那这一个食玩里面,除了包含这两个软胶以外啊 还包含着一个可以食用的口香糖 哈哈,好,那事不宜迟 让我们赶紧来看一下这里面的软胶到底是什么样子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包装 包装的背面呢,是我们两位英雄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是吧?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分别是我们的迪迦 他的身高还有体重53米44000吨 然后底下是他的一个简介 超古代的光之英雄 然后呢,是我们的这个欧布奥特曼第一级登场的英雄 他的身高是50米,体重呢是5万吨 然后底下呢,写着 他是我们迪迦,还有初代奥特曼融合变身的一个形态 他的必杀技呢,是Sperion Cosen 就是Sperion光线 好,那事不宜迟,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包含的玩具到底是什么吧 好 好,那打开包装呢 里面一共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可以实用的一个口香糖 然后啊,是我们的两个软胶 这是我们的迪迦 这是我们的欧布奥特曼英雄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 好,那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呢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组合 核桃装的玩具 首先是我们的迪迦 我们来仔细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迪迦英雄的这个软胶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全身的软胶啊都是一个透明的,是吧 然后这是它的复合形态 这个软胶和500系列的软胶比起来呢 尺寸会是比较小的 然后是我们的欧布奥特曼英雄的这一个软胶 我们来看一下 它呢也是一个透明的一个软胶 然后来看一下它身上的一些特征 白色的眼睛 这是我们欧布奥特曼英雄最新的特征 还有身上的这个欧布圆环 才是计时器 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脚步 这次新的欧布奥特曼英雄软胶啊 都是没有火花图层的,是吧 那整体的感觉呢就是这个样子 那接下来呢 是我们这一个奥特曼软胶的可动性范围的一个介绍 和我们的500系列一样 它的可动范围呢 分别是它的手部 还有它的一个腰部 是吧 然后啊 它这一个迪迦奥特曼的这个软胶上面呢 在背后还有迪迦奥特曼的一个名字哦 乌鲁多拉曼蒂嘎 哈哈 那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欧布奥特曼英雄也是 可动范围呢 是一样的 手部可以动 还有它的腰部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跟我们500系列的软胶比起来啊 这一个10丸的软胶呢 尺寸会是比较小的 是不是 而且在涂装方面 这个用的是一个透明的一个材质 然后我们的欧布奥特曼英雄500系列软胶 看一下 虽然啊 10丸的软胶呢 尺寸又比较小一点 但是呢 在颜色的涂装方面呢 还是和我们的奥特曼英雄是非常相似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 彩虾计时器 我们可以看到 对比一下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是吧 好 那这是我们的1号 欧布奥特曼英雄套装 之后呢 也会陆续给大家带来2号 3号 4号 那敬请大家一起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不好 那大家如果觉得我的节目好的话 记得给乘哲哥哥点赞哦 哈哈 你们的点赞是我做视频的动力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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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